那么的话,关于这个定时器的话,实际上还有两个比较,啊,有两个例子吧,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什么呢,制作这个时钟啊,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这种效果的话,目前可能就是比较少用了啊,比较少用了,可能有的地方会用到,是吧,有的地方意味上会操作一个时钟的效果,是吧,那么关于这个倒计时,还有一个倒计时的这个例子怎么样呢,实际上也是原理相同啊,那么它这个地方还是,呃,实际上还是,呃,实际上, 开发中有用到啊,实际上可能是也比较常用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活动页面,是吧,这个活动的倒计时,是吧,会页面上写一个大的倒计时,在那里什么倒计时,是这样的啊,这个例子还是比较常用的啊,所以说有时候也会用到啊,在做专题页面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平时开发中就是,比如说去公司上班,是吧,那么的话,呃,两大工作,是吧,第一个是,比如说以前的项目的什么修修服务,维护,是吧,不定一说就上班的时候,不定一说全是做这个项目, 啊,那么有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做以前的项目的修改,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做专题,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公司要准一个什么活动,要得做个专题,是这样的啊,这也是日常工作里面经常做的啊,就是,比如说马上过节了,或干嘛的,要做个专题啊,是吧, 那么专题里面怎么样,经常做这种倒计时吧,比如说有个活动什么时候,截止是吧,啊,那要准备,是这样的啊,啊,好,那么的话,这个是,这个倒计时还是经常用的啊,那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两个例子也,也一起讲一下啊,就是, 这个时钟和这个倒计时的这个原理差不多啊,时钟的话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是,啊,就是 一秒钟去取一下系统时间,然后拼成一个字符串,然后放到页面上去,是吧,啊,是这样做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钟啊, 好,如果说有些同学什么呢,你要什么,跟着上,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敲啊,这样的话就是学习的快乐, 快一点,是吧,啊,好吧,好,比如说这个是时钟啊,时钟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呢,在页面上写是一个什么, 时钟的东西,是吧,那么页面上先拿一个DIV,是这样的啊,先拿一个DIV啊,比如说ID等于什么,DIV1,是这样的啊,好,那么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把时钟的这些,这些字符串把它塞进来就行了,是吧, 塞进来,塞在这里了,然后就显示这个时钟的东西了啊,好,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用GS来做这件事情,是吧,那么我们选,是吗,是不是要获取它啊,是吧,那么叫什么,window on load吧, window on load,啊,window on load,等于一个什么,function啊,function啊,好,function啊,好,首先的话把这个DIV获取到,是吧,获取到, ODIV什么呢,等于什么,document,是吧,document,啊,document,啊,点getelement,element,by,是吧,by,啊,id,啊,好,这个的话,这个,是吧,是大写的啊,好,这个的话就是,element, 然后这是DIV1吧,是吧,DIV1,啊,好,获取到它,是吧,好,好,获取到它,是吧,好,好,获取到它之后,我们要接着干嘛呢,比如说,如果说,呃, 你想测试获取的成本成功,可以谈一下,是吧,ODIV,啊,ODIV,是吧,谈一下它,啊,看下这个效果,是吧,那么, 谈出来是一个DIV的element,就表示获取成功了,是吧,获取成功了,啊,好,这个是前面没说的,啊,这里,这是临时说一下,啊,好,获取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是要做一,啊,要拼这个字符串, 实践的字符串把它塞进来,是不是这样呢,塞进来,啊,现在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 用到系统的一个什么对象,啊,一个什么类,啊,时间的类,啊,系统的一个时间的类, 叫做什么呢,这个Date,啊,一个Date的类,是吧,一个Date类,啊, 6一个Date类的话,它就会根据系统时间,生成一个,时间的一个字符串,啊,好,什么这个Date,啊,是系统自带的,是吧,自带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Python里面要用一个东西什么呀,需要eport吧,啊,我们这里直接用就行了,啊,直接用就行了,啊, 比如说,挖什么,lau,是吧,比如说,这是slau,啊,我们用匈牙列命名风格,啊,这,或许的应该是一个字符串,啊,字符串,比如说,等于new一个什么呢,Date,是吧,Date,是吧, 这是一个系统自带的类,啊,时间的类,好,这一样的话,实力化一个,类的一个对象,是吧,好,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lau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弹一下这个slau出来,啊,好, 好,这个弹出的是一个这种字符算,看见没有,这一堆,是吧,2017年什么呢,这个是April,是吧,是什么, 啊,四月,是吧,然后什么,这个是Monday,是吧,星期一,是不是这样的,啊,好,11点30分,14秒,是吧, 这个东西怎么样,好像是我们不好用,是吧,不太好用,啊,就是我现在想获取什么呢, 呃,什么,呃,月,呃,年月日十分秒,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用字符上切割,好像不好弄,是这样的, 不好弄吧,是吧,好,那么实际上的话,我们这个东西里面有一堆方法可以获取,啊, 有一堆方法,啊,比如说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获取到当前的,什么,年,月,日,是吧,啊,好, 我来看一下,先获取这个年份,是吧,获取这个年份,啊,比如说年份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呢,啊, 好,这个先不要,啊,好,比如说这个年份,啊,比如说这个,哇,一个什么呢, 义尔,是吧,义尔的话,那么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数字,吧,是吧,比如说这个义尔,啊,义尔,啊,义尔的话就等于这个, 而是闹,闹什么呢,然后是什么呢,get four year,啊,get four year,啊,这样一个方法,啊,get four year,这样一个方法,啊,好,get four year,啊,好,这个方法可能长期不用,可能会忘,啊, 比如说这几个东西的话,大家如果长期不用的话,什么样呢,可能需要过来看一下,啊,因为不是太常用,啊,就是有时候用到时间的时候,啊,好,这个是get four year,是吧, get four year,啊,好,这个y也是大写的,get four year,是吧,好,这个获取完之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i,i year,是吧,i year, 好,这个时候的话,然后刷新看一下,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是2017,吧,就把2017获取过来了,啊,2017,好, 那么其他的这个方法也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这个,by一个什么呢,i month,啊,month,是吧,等于什么呢,s low,什么get month,啊,get month,啊,get month,好,get month,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地方就有点特别了,啊,就是太奇怪了,这个地方啊,看一下啊, 我把它弹出来,大家看一下啊,然后i month,好,看一下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弹出来是一个三,是吧,现在是不是四月份呢,它弹出来是一个三,啊,真是太奇怪了,啊, 它这里面的month是怎么回事,它是0到11,啊,它居然这么弄啊,太奇怪了,啊,它是0到11,啊,它的月份是从0到11开始的,啊, 是这么搞的,是吧,好,那么从0到11开始,那么我们要获取正确的月份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加个1,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加1,啊,是吧,要加个1才行,啊,这是奇怪的地方,啊,好, 这里注视一下,啊,这个是月份,啊,月份是从,从0,啊,0到11,啊,0到11,这样子的,是吧,0到11,啊,好, 这是它奇怪的地方,啊,获取月份,啊,好,这个的话就是获取年份,是吧, 获取年份,啊,好,接着它们下面是一样的,啊,下面一样的就是年月日,是吧,年月日,啊,好,接着是这个, 拿一个什么呢, date,是吧, i一个,i一个什么呢,这个是 date,是吧,date是get date,啊,和这个date还是一样写法,是吧, date,嗯,好,这个是i date,是吧, date的话等于什么呢,DAT,啊,好,等于这个,s now get date, date,是吧,好,这个是正常的,啊,好, 那么这个是获取这个,哪一天,是吧,接着是获取这个星期,啊, 星期的话比如说拿一个i week,啊,week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s now,啊,然后get什么呢,get什么,day,啊,get day, 这样子,是吧,get day,好,然后是时间,是吧,时间,啊, 这是十分秒,是吧,hour,get day,get hours,minutes,seconds,是吧, 好,好,再来一个,来一个,这个是hour,啊, i hour,等于这个s now,啊,get hours, oh, you,啊,s,get hours,是吧,get hours, 好,再来一个,这是时间,十分,啊,minutes,是吧,minutes, 啊,等于这个s now,啊,然后是get minutes,啊,get minutes,是吧, 好,这个是十分秒,啊,十分秒,啊,时间分钟,秒钟,啊, 秒的话,拿一个i什么呢,second,啊,second,啊, second,啊,second,等于这个s now,然后是get seconds,啊, 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好,现在也是把这个什么呢, 年月日十分秒全部获取到了吧,啊, 获取到之后的话,我们要干嘛呢,把这个年月日十分秒把它拼成一个字符串,是吧, 拼成整理字符串,嘛,我塞到这个里面来吧,塞到这里面来,啊, 好,比如说,那么这个获取到完之后,我怎么样呢,我再拼这个字符串,啊, 我拼字符串的话,只有用这个加号吧,加号来拼,啊,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str,是吧,str,啊,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字符上拼接的一整堆,啊,等会把它塞进来,是吧, 好,比如说是,先是什么,当前时间是,是吧,是,是吧, 这是一个字符上吧,然后是,先是年份吧,是吧,加上这个,是吧, 啊,先加它,啊,好,然后的话,直接加,啊,加什么呢, 这个I year吧,是吧,I year,这样加,好,2017,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年吧,年,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年,不加上去了,加上去,啊,好, 加上去之后,啊,我们一点点拼,啊,假如说加上去之后, 然后要干嘛呢,把这个塞进去吧,塞进去,是吧, 就是ODIV什么,它的InnerHTML,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等于这个什么,str吧,是不是这样子啊,等于str, 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是吧, 好,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2017年吧,是不是进来了,是吧,好,进来了,啊,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呢,给它点样式吧,给大一点吧, 比如说,这个给它一个,好,直接我写DIV吧, 它只有一个DIV,是吧,Texaline给它来个Center吧, 大一点啊,然后FontSize给它来个,来个30px, 好,然后FontColor吧,Color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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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吧,好, 好,这样的话就是,来刷新一下,是吧,那么它大概是这样子,是吧, 当年时间是2017年啊,好,2017年拼好了, 接着往后面拼,是这样的啊,接着往后面拼啊, 往后面拼的话,那么怎么拼呢,就是,再加上吧, 再往后面加啊,当年时间是2017年, 几月,几月,几月,然后是这个是Imonth吧,加Imonth啊, Imonth,好,当年时间是2017年,几月啊,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月了吧,月啊,月,好, 好,然后是再加啊,好,加后面应该也是一个变量,是吧, 这是I date,是吧,I date,然后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月,日,是吧,好,接着的话,那么是年月日写好了, 就是,在这次星期几吧,是吧,星期几啊, 然后是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星期几,是吧, 加上这个,星期,星期啊,加上这个I week,是吧, 加上这个I week,好,再往后加啊,好,当年, 这是年月日,星期,星期几,然后是十分秒,是吧,十分秒啊, 好,看一下啊,他这个是星期是放在前面,是放在后面, 放在前面,是吧,十分秒啊,好,多长时间,是吧, 然后是,好,十分秒的话,我们这么做,就是, 让他们用这个,之前用这个,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冒号隔开,可不可以呀,是吧,那么就是I hour,是吧, I hour,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冒号, 是不是可以呀,都用打引号吧,他就,加上这个是不是可以呀, 十啊,好,再加上一个分,啊,minutes, minutes,啊,加上一个,再加一个冒号,啊, 分,是吧,加上一个什么秒,是吧, I,什么呢,是second, I, second, I, second, I, second, S,好,将这个,是吧, 好,将这个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步的拼装的效果, 是吧,初步拼装的效果,啊, 好,再来刷一下这个页面,啊, 好,刷新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2017年4月24星期, 星期一,是吧, 那是不是一啊,是吧, 这个一应该是给个大写的一,是吧, 这个是个数字的一,是吧, 那么它返回的就是数字,是吧, 然后是11点41分, 什么,零四秒吧,是吧, 好,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来把它这个地方给个空格, 可不可以呀,星期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给个空格的话,把这个星期的前面, 空一下,啊,这个前面加个空格, 是不是可以呀,这里空一下,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这个, 这个字符上它本来是这样的,是吧, 我把它空一下,是不是可以呀, 就可以多一个空格,啊, 一个空格是认的吧,是吧, 一个空格是认的,啊, 是不是加了,是吧, 好,这个一,这个一和后面,啊, 和后面的话也来个空格,啊, 比如说在这个星期, iWeek, 奥尔,是吧, 好,星期,那么这里, 这前面可以加一个,是吧, 前面再加个空格,啊, 这里, 这里再加个空格, 再加上,是吧, 可以吧,这里面加个空格, 是不是可以呀, 好, 好,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分开了吧, 分开了,啊, 诶, 什么意思啊, 好, 星期一,啊, 会有个零在这里呢, iWeek, iWeek, 再加上一个, 多写了一个加,是吧, 好, 这样子,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就行了,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稍微分开了一点, 是吧, 分开一点,啊, 好, 这个好看一点,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呢, 要解决一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怎么样, 它是一个1, 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1,啊, 我们就要把它改成大写的1, 是不是这样的, 大写的1,啊, 好, 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吧, 这个1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呢, 来定一个公用函数, 是吧, 这个公用函数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它传给我一个1的话, 我就访问一个什么呢, 大写的1吧, 大写的1,啊, 好, 那么我可以怎么做呢, 在后面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函数,啊, 定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我在后面定一个什么函数呢, Function,啊, 定一个什么函数, 定一个这样函数,啊, 这个函数干嘛就是2Week, 是吧, 2Week, 好, 那么还是写成这个FN吧, FN2Week, 是不是这样一个函数啊, 好, 这个函数干嘛呢, 就是说它传给我一个数, 我就可以可以返回这个数的大写的, 是吧, 它就是传什么呢, 它是传什么呢, 传这个, 这个星期几吧, 星期几的话这么传的, 星期的话它也是从什么, 从0到6, 这么写的啊, 是从0到6, 好, 星期那么这里写一下啊, 星期是从0到6啊, 那么是从0到6啊, 星期是从0到6啊, 0到6, 就是星期天的话是0啊, 星期天的话是0啊, 这样子, 好,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就是当它等于0的时候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啊, 这样子, 所以它是从1到6啊, 从0到什么呢, 5啊, 0到6是吧, 0到6啊, 好, 从0到6, 好,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这里面给个, 给个形仓吧, 比如这形仓是n啊, 给个n是吧, 好, 那么就判断是吧, 判断如果说当这个什么呢, 依附这个n啊, n这个什么, 等于0的时候啊, 等于0的时候就表示星期天啊, 星期天或者星期日都行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Return是吧, Return啊, 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啊, Return吧, Return一个中文字就可以了, 是吧, 一个中文字啊, 好, 那么的话我甚至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再简化一下啊, 就是这个地方我就不要什么, 星期几了, 我把星期放在这个里面来可不可以啊, 放这里面啊, 就我传到一个数, 它就给我访问一个星期几就行了,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就就这么剪一下, 是吧, 剪一下啊, 剪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返回一个星期日, 是吧, 星期日, 星期日吧, 是吧, 星期日啊, 好, 好, 接着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 是吧, 其他的话怎么样呢, 就写成什么呢, 就是elseif吧, 好, 那么不如这种情况可以什么呢, 用这个switch是不好一点呢, 是吧, 是witch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还是写成elseif, 先写成这个啊, 比如说elseif这个什么呢, 这个n等于1的时候, 是吧, 等于的时候就什么呢, 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星期一, 是吧, return一个星期一啊, 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星期一啊, 星期一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复制一下, 是吧, 好, 复制一下, 比如说这是新, 等于1的时候, 是吧, 然后是等于2的时候啊, 等于3啊, 4, 等于5啊, 好, 最后面一个啊, 好, 这个是星期一啊,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是吧, 星期五, 好, 星期六啊, 六的话是可以这么写, 可以直接写else吧, 是吧, 如果是不是等于6的话, 就是else是吧, else的话就星期六是吧, 可以这么写, 最后一个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这里改一下啊, 这个星期一, 星期二是吧, 好, 这个是3是吧, 好, 这个星期四, 星期五, 好, 星期六啊, 好, 这个的话, 它这个函数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你传给我一个数, 我就会返回一个中文的字符唱给你,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返回啊, 好, 那么return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除了返回怎么样, 还会结束当前函数的运行吧, 好, 好, 那么这个函数定义完之后, 我怎么用呢, 是吧, 怎么用呢,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啊, 好, 我把这个数的话, 用这个函数代替, 是吧, 就是把这个数,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是吧, 放到这里来, 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是, FN什么, FN这个, TWEEK吧, TWEEK, 然后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在调用这个函数啊, 在调用这个函数啊, 是吧, 好, 就是说, 我传你一个数, 你就返回一个字给我, 然后放回来这里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最终是, 在这么一个, 一个字符串吧,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星期一啊, 是吧, 星期一啊, 好,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在这里, 呃, 加个空格, 好吧, 加空格啊, 好, 那么这个, 星期一, 是吧, 星期一啊, 好, 星期一完了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 来刷新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59, 是吧, 这是不是一啊, 看见没有, 一秒钟啊, 四秒是吧, 好, 这种单个的在这里, 是不是不好看啊, 是吧, 我们如果是六的话, 应该是零六吧,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 如果是六分钟的话, 是零六,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好看一点啊, 好看一点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拿一个什么呢, 如果是单数的话, 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变成双数, 啊, 如果是十六啊, 既然是说, 那么这个地方是双数的, 就不管了, 是吧, 如果是单数的话, 就把它变成双数, 就前面加个零啊, 加个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做, 是吧, 这地方是不是都是数字啊, 是吧, 这是时间啊, 时间的话也是什么, 也需要加零吧, 是吧, 加零啊, 比如说是零一点钟, 是吧, 一点钟的话什么, 是零一点钟, 是吧, 比如说是三分钟的话, 是零三分钟,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再来定一个函数, 是吧, 好,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就是说你传给我一个数, 啊, 比如这个函数的话, 是FN什么, to, to double吧, 这样一个函数啊, 这函数干嘛呢, 比如说你传给我一个数, 啊, 这个数的话怎么样呢, 如果说它小于这个小于十, 是吧, 小于十的话怎么样, 我就在前面加个零吧, 是吧, 如果说你不是小于十怎么样, 我就直接返回, 是这样的啊, 直接返回啊, 这样子的, 好, 好, 那么这个数的话啊, 这个数如果啊, 这个一夫什么呢, 一夫这个N, 是吧, N啊, 好, 小于这个十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小于十啊, 小于十的时候我就Return一下啊, Return个多少呢, Return啊, Return一个什么呢, 这个N啊, 这个再, 一个0吧, 是吧, 0啊, 加上这个N是不可以啊, 加上它是不可以啊, 好, 那么如果说你不是小于十的话, 是吧, 那么直接Return吧, else是吧, else的时候是直接, 直接Return啊, 直接Return这个N吧,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的, 就是你传给我什么, 我就反过给你什么, 是这样的啊, 反给你什么啊, 好, 这样子的, 好, 这个的话就是, 把什么单数变成双数吧, 是吧, 好, 那么接着这个函数定义完之后, 怎么样呢, 我们要用它吧, 怎么用呢,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里面, 把它们, 调用一下,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是FN to double, 是吧, 好, 这里面把它拿过来, 是吧, 拿过来啊,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这个时候是59啊, 刚好可以测试的, 是不是可以测啊, 是不是01啊, 是吧, 好, 04啊, 06, 07, 08, 是吧, 09, 108, 是吧, 没错了, 是吧, 好, 这个函数可以通过了, 是吧, 好,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子, 是吧, 基本这样子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现在怎么样, 这个什么, 是不能走啊, 是吧, 它好像没事什么, 这都停了, 是吧, 我刷新一下它才能走吧, 是不是刷一下才能走啊, 刷一下走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什么呢, 这一句, 这整理这些什么, 这些变量是吧, 这些函数, 这些什么, 这些程序语句怎么样, 每次它只执行一次吧, 执行完之后怎么样, 就停了吧, 是吧, 我现在是希望它反复的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最好是什么, 一秒钟执行一次,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只是执行一次啊, 这些语句只执行一次啊, 好, 那么的话, 哪一些要反复执行呢, 看一下这些语句啊, 这些句哪些要反复执行呢, 看一下啊, 比如说, 这一句是不是要反复执行呢, 就每一次要重新取一下时间嘛, 是吧, 好, 这一句不用重复执行吧, 这一句只用什么, 取一次就完了吧, 是吧, 好, 然后这些什么是应该什么, 反复执行的吧, 包括这里是吧, 包括这里啊, 那的话怎么样呢, 我把这个整体的把它封策在一个函数, 是不是可以啊, 把它封策在一个函数啊, 把它整体拿一个函数把它包进去,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一堆啊, 这一堆啊, 好, 比如说来个方格选是吧, 方格选拿一个, 来个什么, FN, Time Go, 是不是可以啊, Time Go, 好, 这样一个函数啊, 好, 这一个函数, 那么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哪里啊, 到下面这里是吧, 到这个地方吧, 是不是这里啊, 这里啊, 整体的这一块都要重复, 每次都要重复做啊, 是这样的啊, 重复做啊, 好, 重复做完之后, 那么怎么样呢, 这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里面啊, 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调用了其他的函数啊, 这个函数里面是调用了这个函数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叫函数嵌套啊, 是吧, 这个函数里面调用函数啊, 大家有学过吧, 是吧, 函数里面可以调用其他的函数啊, 好, 好, 这应该是不是什么呢, 新的制度的啊, 大家应该有学过啊, 好,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把它封装完之后, 是吧, 封装了一个函数之后, 如果说我不什么, 我不运行, 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用啊, 是吧, 来刷新一下是不是没东西啊, 这个函数价格就没有调用吧, 是吧, 没有调用啊, 那么调用的话, 那么我在这里什么, 调用一次吧, 是吧, 比如说来了一个F1, 是吧, 来一个TimeGo, 是吧, 调用一次, 是吧, 好, 调用一次之后的话, 那么怎么样,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只用了一次啊, 只用一次啊, 现在我要干嘛呢, 就是一秒钟让它, 来一次啊, 一秒钟让它来一次, 是吧, 这个时间是不是就走起来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怎么样呢, 开一个定时器吧, 是吧, 开一个定时器啊, SetInterval, 是吧, Interval, setInterval, 然后是呢, 怎么呢,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函数名吧, 这个是吧, F1TimeGo, 是吧, 好, F1TimeGo, 是吧, 好,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时间吧, 就是什么, 一秒钟就是什么, 一千毫秒吧, 记得这个地方是毫秒啊, 就一千是不是这样的,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 开始走了是吧, 开始走了啊, 好, 比如四十六啊, 五十, 然后看一下这个函数是不是对的, 是吧, 五一, 七五八五九, 零零, 是吧, 零一零二, 好, 这个是对的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例子的还有一个问题, 是吧, 比如说我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刚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段空白啊, 看一下我刷一下, 是不是有一段空白啊, 啊, 好, 为什么有这段空白啊, 对, 要等一秒钟, 是吧, 就是我刚刚说,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定时器来调用这个函数吧, 这个定时器是什么啊, 是要等一秒钟才能调用这个函数吧, 所以刚开始的一秒钟, 是不是没有东西塞到这个DLB里面去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DLB刚开始一开始的一秒钟是空的吧, 是空的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先调用一次可不可以啊, 先进来的时候调用一次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时间都是他来调用吧,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调用一次啊, 然后接下来是他来调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这个是执行一次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啊, 要刷新一下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没问题啊, 看一下, 没问题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什么, 时钟是吧, 时钟啊, 写一下啊, 这个是, 刚开始, 调用一次, 调用一次啊, 解决, 解决, 刚开始, 这叫刚开始, 一秒, 一秒钟啊, 这个是空白的问题, 就刚开始的时候调用一次啊, 解决刚开始一秒钟空白的问题, 是吧, 好, 就是关于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怎么呢, 就是, 应该是有很多知识点吧, 好, 那么这些知识点的话, 比如说像这些东西啊, 比如get full year, get month, get date,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 也不得要求大家去记的啊, 你记住啊, 可能长时间没用, 可能又忘了啊, 这个就是说不是很常用, 但是有时候会用到, 是吧, 那么呢, 用到时候怎么样呢, 过来查一下啊, 过来查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记啊,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点, 是吧, 这样你可能会有点, 就是这个月份是什么, 月份是从零到十一, 是吧, 月份是从零到十一啊, 好, 日期的话还有, 不是, 这个星期也有是吧, 星期是从什么呢, 从零到六啊, 零表示什么呢, 零表示星期天啊, 再写一下啊, 这个零表示星期天啊, 好, 零表示, 表示星期天, 星期天啊, 好, 这个的话是再写一下啊, 月份是从零到一啊, 零表示一月啊, 零表示一月, 一月份啊, 好, 然后十一表示什么呢, 十一表示这个十二月, 是这样的啊, 十二月啊, 好, 这是它比较绕的地方啊, 其他地方还好说啊, 还好说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时钟啊, 那么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整体的这个逻辑应该不是太麻烦吧, 主要是这个地方有点麻烦是吧, 这个地方要获取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字符, 然后怎么样, 把它拼成一个字符串吧, 拼成一个字符串啊, 然后塞到这个DIV里面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在这个DIV里面去啊, 好, 然后是什么, 这里面还有两个函数啊, 两个函数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想一下, 为什么可以这么实现啊, 好。 好, 比较怕什么, ating啊, 感谢观看